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大家好 那麼我們的政府 已經正式宣布了 在2020要把英文列為官方語言 所以我的不少朋友都問我說 欸 什麼地方可以學英文 哇 我在想啊 我們的FB 我們的攝影棚 虛擬攝影棚啊 我們從今天開始 會不定期的推出 用時事來學英文 所以這個整個的一個系列 我們叫做阿寶算英文 我會請到陳孝威美語的教學專家 來教各位看時事學英文 看台灣的時事來學英文 那麼今天來時事呢 就是今天這兩天最熱門的一個消息啊 就是這個前外交官蘇啟成 蘇啟成他的死因 到底是假新聞 還是因為外交部的長官要究責 現在來看的話 在這個他死後的百日 他的遺書跳出來說 過去官方不斷的去強調 說他的死因是因為假新聞 而且很多網路的攻擊他死掉 他說不是 他第一個他沒有憂鬱症 他抗議性夠 第二個主要還是外交部的長官打電話給他 裡面強調幾個重點 第一個要擊過 第二個要調回來 第三個考擊通常打平等 這三大罪狀 讓他覺得是可殺不可辱 所以他就自己親身 他把這份的遺書交給他的遺書 讓他的遺書在他死後的百日 正式的公佈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要學的英文就是 所謂的戴罪羔羊 我們政府很可惡 我們政府清清楚楚的 這些大官們有攻自己撈 有過推給地方 把地方這位書處長很優秀的外交官 變成政府的戴罪羔羊 今天我們就來學英文的戴罪羔羔 要怎麼講 我們現在就請英文美語的教學專家 陳孝威來說 大家好 我是美語教學老師 Teacher Wayne 陳孝威 今天來教大家戴罪羔羊的英文怎麼說 代最高的英文是scapegoat S-C-A-P-E-G-O-A-T S-C-A的A是要发长母音 所以是A-A-Scapegoat G-O-A-T-G-O的O也要发长母音 所以是G-O-G-O-T-Scapegoat 那这句话呢 这个单字呢 其实呢是有长远的历史 它是16世纪 在欧洲那边出现的 那这个单字其实有两个字 一个叫做scape 另外叫做goat scape的意思 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英文字escape 就是逃离的意思 转变成scape 那goat是山羊的意思 那为什么当时他们会用逃离山羊 那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旧约的时候 希伯来人当时要跟上帝赎罪 他们会用一只山羊 献给上帝 来替他们作为带罪的功能 所以呢才会产生这个逃离山羊 scapegoat这个字 谢谢大家